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三年回圈偶数连加 回圈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用4可以用5 那连加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往后加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用4回圈相对比较OK一些些 那它这个题目里面主要就是说 它第一个初始值 所以我要输入两个东西 一个是起始值 一个是结束值 而且一定要是偶数的 你不能说其中是奇数啦 OK 那也就是中间一定是step 2 比如说14再16再一直加 加到1144这个数字 那最后的结果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程式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 首先的话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边的话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实程式不难嘛 14 ENTER 1 1 44 ENTER 结果如果是3 2 7 7 1 4就对了 OK 3 2 7 7 4 那当然这一题的话第一个 你要想说要输入两个 所以第一个输入A好了 A等于input 对不对 然后挂到外面e value就转换 不过这边必定要e value 用int也可以 因为这边没有小处点 B的话也是转换 转换过来 A跟B 那这来的话我们要跑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特别说range的话 那你就把A放哪里 放刮虎的第一个 那B的话呢 记得就放后面 但是B要加1 为什么要加1 因为它一定是跑到B的后一个停下来 所以B要把它加1 到B加1的地方停下来 B要继续加 OK应该懂的意思吧 B要加 所以停下来就是B的下一个 B加1 然后逗点step的话就2 那这地方的话程式的写法 因为这个昨天有讲过 所以我就直接来秀一下 A输入 B输入 另外的话因为会有一个结果 answer ns 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初始时给它0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不宣告的话 那将来这个程式会发生错过 就跟我们那个 昨天讲的那个1加到99一样 那主要就是那个区域变数跟 全域变数的差异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for i in range A特别主要从哪个 从14 所以这边的话我的写法上把这个14 这个14的部分就是把这个值怎么样 丢到这边来 那114的话就放在这边 但是我要到这个 以后面那个停下来就加1 如果你没有加1变成1144就停了 它就不加了 所以会少1144 OK 然后step2就是意思说中间要间隔 14的下一个要是16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就是14151617 OK 所以这边的话step 这个昨天也有讲过 应该有概念吧 把这个规则记住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就累加 所以累加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加到呢 加到ns里面 所以ns加等于i 或者如果你不习惯写这个方法 我讲过吧 ns等于什么 ns加i 两个方法都可以 看个人习惯 因为我讲过 VBA这个写法OK 但刚刚那个写法JavaOK VBA不OK OK 所以最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回圈跑完之后的话 再来怎么样 把它print出来 这样结果就OK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注意 你这个ns等于0 如果没有宣告的话 程式会发生错误 那主要的原因 我好像上次有讲过 这个概念有点像 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有点是像放在for他家里面的东西 你不能去到他家里面拿东西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东西要分享之后 你一定要放外面 OK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边 这个就是要放在外面 OK 那有点像是 如果是以 那个术语 就是说一般我们书上讲的 所谓的全域 有没有 全域变数 跟区域变数 有没有 你常常听到这个 书上也会这样写 所谓的全域变数 就是说 我要放在一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存取到的地方 叫做全域变数 OK 如果你写到下一阶就变成区域变数 就是这个东西是在人家家里面 你总不可能就跑到人家家里去拿东西 那你变小偷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为了要让他这个变数可以让println 因为println跟for是同一阶 变成说这个是for他家 这个是println他家 println你要拿人家东西 你一定要放外面 不然如果放人家家里面 你去拿出来 那当然就小偷行为 可是如果他已经放外面 而且他确定是 这个可以跟大家共享 你们要的话 就自己拿吧 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问题了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我只是比喻 因为说真的 这种记忆体的存取 你要把它很抽象的 讲得很具体 真的也有点不太容易 所以以前 每次讲到那个区域变数 全域变数 很多东西就昏倒了 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后来想想 对 其实他概念有点像是 我们有没有一个共用区 global有点像 共用区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还有一些是我可以看到 你看不到的 OK 所以这个有点类似那种概念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一定要加 那 第一个 所以我们就加完的结果 就302部分 待会的话请各位再试一下 那个304 倍数转合 这边的话意思说 他要怎么样 输入一个21 他要能够把50输出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要把所有5的倍数的 所有的5的倍数加总在一起 这什么意思 所以他如果 我们如果输入20的话 意思说 他要帮我for i in range 然后1到这个值加1 因为这个值要包括 然后只要那一些值 i的值 如果person5 求余数 就是等于0的话 正出的话 那就把那个值加起来 然后最后输出50的结果 是不是 所以5加10加15加20 加起来刚好就50 应该懂了逻辑吧 所以我刚开始看这个 我也是看很久 因为我懂这个意思了 其实他上面 题目的说明就是讲这个 可是你题目看完之后 你还是 还是不知道他要问你 他问你的是这个意思 我后来是 所以我后来干脆就直接 看那个输入跟输出 我去推敲好像比较快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我要写这样的一个层次 该怎么写 那基本上也不复杂嘛 OK 所以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 前面是302